北京时间2月10日花样滑冰男单自由滑比赛 由于与生结贤的参与让这项比赛备受关注 最终这位二届冬奥会冠军选手拿到了188.06的高分 由于之前短节目仅未居第八 与生结贤如果想第三次夺冠就必须在自由滑增加难度 而这位传奇选手也一早就已经确定将会尝试4A动作阿克塞尔四周跳 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名选手在正式比赛中完美演绎过 比赛一开始与生结贤调整好节奏 随即尝试4A结果落地时不稳最终摔倒在地 之后他又再起跳结果还是没能完成最终第二次摔倒 好在这两次失误没有影响与生结贤的心态 经验丰富的之后稳住自己的情绪 把后面的动作完美演绎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比赛 在比赛结束之后与生结贤面带微笑 仿佛他就没有失误过一样 在场上与生结贤就像翩翩公子 在冰面上起舞 这一刻全世界都为他而安静 随后结果公布 与生结贤拿到188.06分 再加上短节目的95.15分 相加起来暂时是全场最高 后面还有一组 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 与生结贤都已经没有遗憾了 在可能是他个人最后的一次冬奥比赛中 他拼尽了全力 试图给全世界观众演绎从来没有人完成过的4A动作 他的勇气和努力绝对让人肃然起敬 从这一点上来看 他已经赢了 谢谢大家